那第八题这是一个条件几率的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树状图把它画出来 就是说现在的患者有分两类 第一类是那个 就是有机会人工受孕 第二类就没有机会 所以他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失败 那第二类呢 就是只会失败 那这个条件几率在其实实际应用上很重要 所以考试还蛮喜欢考 因为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那第一类患者他占的比率是P 那这边就是1-P 那机率是1 那这样成功几率是Q 这里是1-Q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每一个要问的 第一小题说 第一次人工受孕失败的几率 应该是怎样 有两个应该是 有可能是第一类 但他怎样 他失败了 他也有可能是第二类 但是第二类就一定会失败 所以这个 这一个跟这个 实际上是不相等的 这不相等的 所以这变成那个 所以第一个实际上是不可以选 那第二个的话呢 他想问的是说 已经知道他失败了 失败有两种 一种是这条路的失败 就是P-PQ 另外一种是这种失败 所以总失败的几率刚好是1-PQ 那他现在问说 已经知道他失败了 但是他来自于第一类的 第二类的几率 的确是这个 是1-PQ跟1-P 第二个是正确的 那第三个 他在讲说 今天如果Q变高了 那么 这个的几率是不是会降低呢 我们看一下 Q变高当然分子不变 那分母呢 分母1-PQ 这里变大 所以整个分母其实是变小 整个分母变小 那其实整个子是变大的 所以 整个子变大 所以这个不可以选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在问说 第一次就成功的几率 已经知道他是第一类了 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第一次就成功几率 那当然这个就是Q 那做两次才成功 就是才成功 所以第一次失败 第一次先失败 那第二次才成功 那这个呢 因为Q现在是0到1 所以这个乘起来呢 这只会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所以第四个是正确的 那第五个在问什么 第五个是说 我们现在Q如果变大了 那这个 对 这个当然 Q变大 当然这个变大 可是对于这个来说呢 1-Q乘Q 1-Q乘Q 它其实是一个怎样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泡物线 所以你现在如果怎样呢 假设原本的Q 原本的Q如果在这里 那你现在变大了呢 有可能变小 那如果Q在这边 Q变大呢 有可能变大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确定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 2跟4 有可能变大